大家好 來看今天這個韋特塔羅牌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會想到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跟感情有關的牌 講到感情一定是水相或火相的牌 那這些牌都是幸運的牌 比如說感情上幸運如果抽到這個 14號結智牌 不管他是正向的還是逆向的 都是一種分享 然後妥協 然後是真心誠意的成長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幸運的牌 然後呢這個大牌 那戀人牌也是幸運的牌 不過呢這個戀人牌 如果是逆向的話 就沒那麼幸運了 就有點欺騙的成分 有點自欺欺人 有點第三者的味道 環境不允許 那正向當然是好牌 然後再來欣欣牌 欣欣牌也是幸運的牌 它是對未來的一種希望 會達成目的 然後再來就是力量牌 這個當然也是代表奇蹟會發生 你要相信 有勇氣相信就會成真 好再來是命運之輪 它就是很快的變化 比如一見鐘琴啊 突然閃婚啊 好再來就是世界牌 就是水到渠成 好比如說青梅竹馬啊 或者是 同事啊 天天相處啊 水到渠成就結婚了 好再來 這個就是因為懷孕家人 生產力 這個創作力 就是也是一個幸運的牌 再來感情上 為什麼這個會是個幸運的牌呢 因為對方可能是你的精神導師 所以這個是一個幸運的牌 好再來呢 那這個 這個教皇牌也是幸運的牌 因為它符合大家的期待 家族的期望 那它倒立的話就沒那麼幸運了 表示你可能會 臨時毀掉婚約啊 或者是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好再來 這個水杯一一定是幸運 跟這個全葬一 這個水跟火都是代表感情 那一號的話呢 就是水杯一是很單純的感情 那一號的全葬是代表 嗯 熱力十足 非常的熱情 好那它也是一個和好的牌 再來講到這個感情上幸運的牌 再來就一定要談到水杯騎士 非常的浪漫 好巨蟹座的牌 它倒立的話 它可能就是看人不清楚 或者是會被騙 這個水杯騎士會被人家騙 好再來這個 這個土腳心騎士也是幸運的牌 因為它是一個忠誠度很高的 好它會達到 走到最後的目的地 它是紅色的喔 所以它充滿了感情 好再來 這個兩個小朋友都是水的 好全葬的都是幸運的牌 水杯的四位 表示它要跟你附和 它有東西要奉獻給你 好這個水杯四位 那全葬四位呢 它是充滿了好奇 跟你一起創造 創意很強 一起玩 好那這兩個也是感情上幸運的牌 都是新的關係 展開新的階段 也可能這個水杯四位有可能會生小孩喔 好再來 這個代表家人 就是一個很穩固的家庭關係的幸運的牌 這個就是落地生根 然後跟這個水杯石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全葬四是穩固 那水杯石呢 就是那個世世代代遺傳 世世代代延綿下去了 所以它是雙魚座狗星 感情上非常幸運的牌 很穩定 然後代代相傳 然後水杯二 互相尊敬 當然是幸運的牌 巨蟹座精心 互相尊敬 互相的扶持 那水杯六呢 是一個老朋友 過去的感情複合 水杯六 前四的記憶有關 然後這個土腳星六就是 老夫老妻 然後互相依靠 那倒過來可能就離婚了 這是真的 然後呢 全葬葬六 是大家把你拱起來 然後你呢 非常的 受到大家的尊重 尊敬 這個全葬六 帶領大家 那倒過來就不誠實了 就是你可能有婚外情 或者是有外遇的對象 不誠實了 那正的話是眾望所歸 然後最後一張感情上幸運牌 就是土腳星四位 它是一個學習的牌 所以它在學習怎麼樣付出 你看它戴紅色的帽子 好 這些牌都是感情上很幸運的牌 希望大家常常抽到 那你最喜歡抽到哪一張呢 裡面最幸運的其實是這一張 這一張最幸運 第二幸運的應該是這一張 好 就這樣子喔 拜拜